双双 不太赞同一点 一点点 我想我也问双双她有之后打算回哪 想的好长远 因为其实我觉得整个桌上的风格 其实我觉得挺奇怪的 为什么 因为你平常跟双双都是比较活跃的 然后今天好像都很沉默 来了来了 有什么事情吗 双双吗 双双她为什么有点 对 她今天我感觉她跟你以前超级不一样的 我们两个都属于那种 表面看起来挺外放的那种 那种呢 其实说实话 内心里面其实都有点 小心翼翼 你们俩是互相有好感的 就 我看得出来 在大家众多男生的东西对 修创是比较有感兴趣的 这个女人很早就跟我说了 她好像心里藏着啥事儿一样 对 没有讲话 没有讲话 然后呢我们共同一个性格就是 慢热 我们很慢热 我们不像夏老师她们那种 就是很热烈地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我们就是随着时间会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大概是这样 对一晚上的双双 对 那我的话如果我觉得要确认一段恋爱关系的话 是从了解她的现在我觉得可以接受 那我就要聊深入了 不要聊她的过去 聊她过去 我看我能不能接受 如果她过去我能接受的话 如果她够坦诚 我们再谈未来 我们的步伐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话 我可能就会考虑蛮多了 我不太赞同一点 一点点 就像我一个问双双她有之后打算回哪 想得好长远 我是那种 跟她们好好玩 我是想那种比较长远的人 我觉得不要耽误人家 对 我不想耽误人家 大家都这个年纪能成为好的朋友 那肯定也很不容易 对不对 但是她说她要回武汉 然后可能回西安去 然后把毕业顿论文打完 然后回武汉吧 大概这样子 但呢 因为我现在比你们大一点 我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去 我觉得梦想都已经不能支撑 我未来去做的一些事情了 所以 我觉得一点点挺累的 我觉得不太现实 也不是说靠个人吧 这女孩挺实价的 我觉得 我觉得她们两个在拉扯 对 比如说你一个人搬箱子 一个人在大雨当中 自己冲回宿舍的时候 你在路上看见别人小兄弟打伞的时候 你会觉得难过 对方能做什么呢 她只能在微信里跟你说 对 对 我觉得话语有时候 一次两次可以长久实情话 我觉得根本坚持不了 我觉得 恋爱嘛 就相当于以后结婚 你长时间的异地 甚至一国 我觉得不太现实 很年人 我挺认同她说的话的 对 是的 她比较现实 她想的比较 比较长远 起来 跑用手 已经没有知觉了 下 学不教 跳了 太搞笑 那明天不就是表白 那天不就是表白